医管局旗下护士学校开办的护理学专业文凭课程 计划新学年开始由四年缩减到三年半 下方说课程内容不会删减 时间上更有利安排实习 为病人讲解食药注意事项 处理脊椎受伤的病人 这些都是护士课程中的模仪训练 有就读护士学校普通科三年级学生 难忘实习期间与病人建立和睦关系 最后一天我有一个婆婆捉住手 说很不舍得我 因为我很多护士医院都帮她做的 例如洗伤口、插尿口 所以我与她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想成为白衣天使 除了修读大学学士学位课程 医管局旗下三间护士学校开办的 互理学专业文贫课程 也是其中一个选择 申请人在中学文贫史 中英文要达到三级 数学达到二级 公文与社会发展达标 同一个甲类选收科目达到二级 目前课程是四年全日制课程 校方计划在九月的新学年 缩减到3.5年 仍然有待香港护士管理局确认 在四年缩短到三年半 希望课堂和临床实习时间 可以键接更加紧密 令学生在课堂学了的临床技巧和知识 可以尽快应用在临床实习方面 令他们的知识和技巧更加紧密 医管局下三间护士学校的 护理学专业文凭课程 即是起接受报名 一共提供300个名额 被问及日后会否增加学额 应付医护人手短缺 校方表示要重床计议 其实都要由多方面的因素去考虑 比如好像教学的地方 人手各方面的资源 也都是要跟护士管理局沟通 还有就是香港学习及职业资历评审局 学员完成课程之后 有资格成为普通科的注册护士 无线电视记者何思义报道